第31届金曲奖颁奖典礼 今年找来有15年电台主持经验的魏如轩来担任主持人 而歌手蔡敏佑以及玛丽则是接下了金曲红毯的主持棒 这回魏如轩跟蔡敏佑两人还会共同演出改编版的歌曲 蔡敏佑直夸魏如轩是很有吸引力的女歌手 即使唱改编版也展现了坚强唱功 而魏如轩则爆料平常自己在家练歌时却频频被虚 到底怎么一回事 带您快来看看 现唱代表作歌曲歌手魏如轩 携手蔡敏佑一搭一唱抄袭巾 拨着歌词似乎暗藏彩蛋 原来是藏头师也借此向大家宣告 本届金曲奖颁奖典礼主持人就是魏如轩娃娃 而歌手蔡敏佑和玛丽则接下金曲红毯的主持棒 至于这首金曲神秘单曲 两人在合作过程中也是印象深刻 录NB的时候娃娃就是很容易不小心唱回自己原本的词 正式开始起录的时候 就是娃娃的表现就是她就是最佳女歌手啊 魏如轩还爆料平常在家练歌时却有人不捧场 如果我大唱歌声音太大 她会噓我 她会噓我耶 首度挑战金曲奖主持 魏如轩和蔡敏佑要将功课做好做满 给大家一场难忘的金曲盛会 记者中博岛 父彧